毕福建因在饭剧上唱惊喜 筹划革命先辈和革命领袖 更加在了许多不堪入耳的乌言会语 令毕福建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却连原本稳固的主持事业也岌岌可危 近日 据知情人士透露称 毕福建或将因此次的负面事件从央视离职 有网友发现 自从视频门曝光后 央视官方网站的央视主持人大全中 已经没有毕福建的相关介绍 官网中也搜索不到任何关于毕福建的消息 除此之外 毕福建助理也对外证实 朱军将代班主持毕福建的金牌节目星光大到 虽然说只是代班 但大家都知道事情大条了 首先 央视决定采用代班主持 就代表毕福建的视频门事件没那么容易过去 而老毕丢失金牌节目可以说是相当致命的打击 再加上朱军的主持能力和形上气质都在老毕之上 长期占领的可能性也相当之大 夜死了新闻中心 上海报道